近年來中國對台灣的文工武嚇不斷 經常無預警的在台海周邊進行大行演習 對區域局勢帶來不穩定的影響 身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 台灣會不卑不亢 維持現狀 致力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永遠堅持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 堅持中華民國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堅持主權不容親患並吞 堅持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必須由2,350萬人決定